有一位有一个同修的阿姨修了好几年 做了不少功德 平时精进的念经 他之前修心灵法门的时候 拜过一个据说很有威望的人为师父 那个人有些通灵 后来拜台长为师父 那个通灵人就不开心了 得知阿姨拜师说了不好的话 然后听说阿姨要带大家参加法会 说他们去的话会发大水 结果真的路上发大水 火车倒烟了 七十多人坐大巴辗转才去了法会 这是新加坡澳门法会 通灵人又知道了 说让上天不让阿姨去 结果真的是家人万般阻碍 签证和护照也办得很艰难 办下来也没有参加惩法会 请问师父是阿姨被下杠头了 还是她自己的阻碍呢 阿姨现在应该要怎么办 首先她当时去找的这个人 那么也就是她自己 自己做的行为可能不如理不如法 那么造的这个业 那么是别人造的 但是也是她的果报 明白了吗 现在我只要两句话你分析你就明白了 开始的时候是你去找的 对不对啊 后来那是人家做的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有时候找一个通灵人 哎呀对他千般呵护万般呵护的话 你一旦你一旦对他冷一点了 他就要开始 因为他不是菩萨嘛 他会有报复心的嘛 所以很多通灵人都帮人家下杠头 就这个道理 明白了吗 其实通灵人很多阿修罗下来的呀 阿修罗的人称恨心特别重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那他应该怎么做呢 他应该怎么做 他就应该好好的努力 很快就经常念大悲咒 而且经常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而且烧点小房子给 给那个他自己的药精者就可以了 108张吧 大概有 好的感恩师傅 108张小房子吃到了 好了 嗯 好 不管了